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 阅读前请您多么手指点点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今天我们说一下 中年一般是指青年和老年之间的年龄 其实没有太明确的年龄划分 不过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中年应该是发展的黄金年龄 有的人年少得志 而有的人就是会中年得志 那么什么面相的人会中年得志呢 会在中年时得到很好的发展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眉毛上扬,双眼有神 在面相学中 眉毛通常代表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一生运势和寿命长短 福气的多少 而眼睛被称为心灵的窗户 一个人是否善良 心术正不正 都可以从这个人眼睛里读出一二 面相学将眼睛看成智慧的象征 一双有神的眼睛常被看作是有智慧的人 如果拥有一个人眉毛上扬 且双目有神 那么这个人欲视沉沦冷静 能果断处理好工作上的事情 这样的人很聪明 且他们是天生的领导者 心中不会甘愿臣服于智 人过中年以后 他们将闲鱼翻身 迅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失业中大展拳脚 二 鼻梁挺拔 鼻头有肉 在面相学中把鼻子叫做财伯公 意思就是 鼻子代表了一个人的财富运势 特别是这个人中年以后的运势 鼻梁挺拔 鼻头有肉的人 年少时会吃一些苦头 受一些磨难 但是他们积极向上 从来不会主动放弃自己 他们到了中年以后运势大转 成稳定上升趋势 凭借着前期的努力积累 这些人很快就能失业大成 创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阳明例外 财富运势情节攀升 成为人群中的最要点的那个人 公民财富一切拿下 面相学中将男人的尘骨 看成这个人权势欲望 这种面相的男人热衷权势 但是他们不会共享 他们会为了自己心中的愿望 去付出努力 他们善于观察周围一切事物 察言观色 八面玲珑 所以他们人员一直不做 在工作中也很受上司赞赏 他们向往看权势 工作中一直为了得到高的职位打拼 他们是天生的领导者 能打理好所有的工作 每个细节都能做到今天有条 与同事相处融洽 周年过后 他们事业将上一高峰 能达到自己期望的权势 运用者很高的地位 到时自然收入更加可观了 嘴大有时候嘴角上扬 面相中将嘴巴称为出纳观 一个人嘴巴能反映出这个人很多的性格 如权势欲望 性格特点 运势豪宰等等 面相学中 还将嘴唇看作是一个人的胸襟 智慧等 这样面相的男人心胸宽广 思维敏捷 善良宽容 对待身边的人和事情 都充满着热情和慈悲 做人公众讲理 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所以他们很受人喜欢 这样好的性格 为他们积累了大量的人脉 工作中总是有个人指点相助 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和魄力 周年过后 他们运势大好 会出现很多好的机会 只要一得到机会 他们就轻易取得一帆大成就 在不同的年龄中 会有着不同的发展 以上几种面相的人 中年时的运势比较好 中年得志 事业或者是其他方面 会有好的发展 每个人运势都会有些不同 这样有机会出现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及时把握 这样才能更容易取得成功 而接下来 我们要介绍的这些面相的人 暗于现状 不努力奋斗 注定平庸一生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命运 也有着自己的路要走 很多东西都是要通过 自己的努力去获取的 能够不劳而获的人有多少呢 如果因为得到一些小小的成就 就是收获 就会变得暗于现状 不去奋斗的话 那么你就是会注定平庸地度过一生 这类人会有着什么样的面相特征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 浓眉发厚 相书中有云 浓眉发厚之人必贫贱 头发代表着一个人的血气和性格 美妙代表着一个人的脾气和情绪 如果一个人的眉毛浓黑 头发厚密的话 这种人大多属于干气和血气过望之类 这种人大多做事容易冲动 缺乏理智 喜欢感情用事 而且脾气非常的大 性格非常的急躁 为人处事方面缺乏耐心 情绪特别的容易激动 也容易受到他人的挑拨和影响 现在有句话不是这样想吗 你的成就高低 缺绝于你对自我情绪的管控能力 所以这种人也很难有什么大的作为 缺乏称为领导的能力和人格魅力 一生只能做一些比较基层的岗位 生活贫困 二 葫芦鼻 所谓葫芦鼻指的是鼻子短小 鼻头肥大 颜色红润 但鼻条低矮 鼻子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 品质和自我 常有这种鼻香的人 一般缺乏自我 没有什么主见 对他人的依赖心非常重 都想着别人给他什么都安排好 为人贪图安逸和享受 也没有什么大的理想和斗志 进去心非常差 无论日子过得好坏 都非常的安逸现状 总是过得且过 这种人大多非常的不自信 自卑感也比较重 看上去性情和顺 但其实是逆来顺受 无法掌权 也无法掌材 一生助力贫贱 三 愁眉苦脸 面色枯搞 如果一个人遇事经常 愁眉苦脸的话 则就会在额头的眉眼周围 形成很多的皱纹 面色又能反映出 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了 而自身的精神状态 就反映出了自身的性格 人际关系和个人运程 如果一个人经常愁眉苦脸 而面色搞哭 时常爱声叹气的话 这种人性格方面 大多非常的消极被动 意志力薄弱 承受挫折的能力比较差 心里装不下事 遇到一点小事 就会忧心忡忡 贪尽受怕 还会把这种负面情绪 传染给身边的人 长时间如此的话 身体健康不佳 事业方面也会受到 不好的影响 一生难有大作为 注定贫苦劳碌的命 有的人注定是平庸的一生 而有的人却是 注定要做大事的人 在大家的心里 相信都是有着 自己想过的生活 如果你不想平庸一生的话 那么就是要有明确的目标 而且是要奋斗起来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不能轻易放弃哦 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 金钱和物质的支持 虽然说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钱确实是可以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好 好的生活谁不想有 有钱人并不多 不过在他们的面向中 都会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 想知道你能不能成为有钱人吗 来看你有没有以下的 几种面向特征吧 一 天天饱满 天天饱满 有的时候也叫做天仓饱满 通俗点讲就是 这个人的额头宽阔饱满 有钱人的额头一定是很饱满的 天仓就是存储钱财的仓库的意思 天天饱满则说明这个人 有赚钱的能力 还有守钱的能力 而且能够有较多的积蓄 二 拳骨高耸 有钱人的脸都比较立体 不禁彼此挺拔端重 连拳骨都高耸和饱满 拳骨高耸可以看出 这个人是一个有自信的人 喜欢挑战权威 突破固有观念的桎梏 有创业有想法 而且执行能力很强 拳骨高耸的人有横心有毅力 因此创业入创的小小困难 打败不了他 坚持下去就能成功 三 鼻子挺拔端重 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说 要观察一个人财运如何 一般都是通过看鼻子的挺拔程度 因为在面相学上 鼻子主财拨公 这意味着鼻子和一个人的财运息息相关 鼻子越高 说明这个人财运越好 财运好意味着干什么都能够挣钱 来钱一块守钱容易 比如京东老板 他的鼻子就又大又高 很有福气象 而他的老婆乃长妹妹长得也很漂亮 他的鼻子也是非常的俊秀 挺拔端正的 四 地阔方圆 地阁通俗来讲 点就是一个人的下河角 下河角宽厚 意味着这个人能够承受很多东西 当然不仅仅是福气和财运 地阔方圆的人还很能够忍受苦难 很多创业失败的人 都是因为在创业初期 遇到一点点困难就打退堂鼓 无法忍受苦难 地阔方圆的人 因为能够承受更多的苦难 所以又能够享受更多的福气了 五 耳朵大耳垂厚 在橡树算命中 耳朵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五官之一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很大 而且耳垂很厚实的话 说明这个人很有福气 我们也会把一些有福气的人的形象 塑造成耳朵大耳垂厚的样子 西游记中的无如来佛祖 就是很经典的大耳朵厚耳垂的样子 不管是有钱还是没钱 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过的 而在现实当中 钱都不会从天而降 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 所以说要想成为有钱的人 或是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 认真去拼搏才可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脑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